好 这六大程序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关 要编出财报 财报有分成四张报表 一个是资产负债表 一个是综合损益表 然后一个是 权益变动表 再来是限流表 我们今天会很快速的讲完 资产负债表跟综合损益表的长相 那至于这个调整跟结账 就是前面这两个 都是我们年底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那前面三个是日常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财报的部分 我们要看到是资产负债表 来资产负债表 以前哦 就是以前资产负债表 它资产有分一大堆有的没的资产 我们现在的资产分成几类而已 现在 几类 现在只分两类哦 现在的资产负债呢 我们的资产 分成流动 跟非流动 就是流动的资产跟非流动的资产 那如果我们说那这个是怎么去去区分它 我们我用出比较粗浅一点的定义就是它一年内就可以变成现金的 它其实公报它它在规就是在定义这个流动性资产 它用更它的那个文字 就是更稳言稳 但是如果你要讲白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一年内 可以变现成现金的 变成现金的 那至于非流动资产的话 是属于超过一年以上 才会变成现金的 好 这个就是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按照流动性区分 好 这样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整整全部的合积的资产 这个负债表右边的这里 会有负债 跟权益 好 那一样 同学你看哦 你这里有流动资产 就代表我负债这边也会有什么 流动 负债 那你想一下 我为什么前面要编一堆资产 让他算出来说 我这些资产里面 有哪些算是流动资产 是因为我要把这些资产 一年内赶快变成现金以后 是为了要来偿还 未来一年内 需要还 还的债务 要产还的负债 一年内要还的债务 同学你们 应该 来我问大家一下 同学我们会计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学过会计 我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资产负债 是什么 你们能够简单讲一下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吗 因为我们现在在介绍资产负债 如果因为学会计 我们学应该有的 应该已经学了一年多了 能不能简单用一句话 来介绍一下资产负债 我每次 叫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问这句话 因为你只要可以简单讲 就代表未来 你只要可以定义它 你不要小看这一个问题 因为它未来我们二十几堂课 会一直重复出现 因为我们将近二十几堂课 都是在介绍这些资产负债科目 所以你要学会分 学会定义它 来资产的意思 就是未来 可以享受 可以收钱的 你拥有这个东西 未来可以让你享受 可以让你收钱的 叫资产 那什么是负债 负债就是 你看是对应的 这个看起来就是好东西 这个看起来就是坏东西 对吧 来你看 这个是一样是在讲未来 它这个呢 你这里如果是享受 享受当然就是可以享受一些权利 对不对 未来可以靠这个资产可以收到现金的 我等一下会举例 但是你要先会定义 来 负债的意思就是 未来要付出 义务的 或者是 要付钱的 未来你需要付钱出去的 好 来 这个 这个 这个要看懂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一下 机器设备是属于什么 机器设备 资产还负债 资产 为什么 因为 你拥有这个机器设备 未来可以 设备可以帮你赚钱啊 对不对 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收钱 对吧 所以它是资产类 来我再问一下 应收账款 它是哪一类 应收 资产 因为如果你死贝 你当时想说 应收的资产 我就把它背起来 不是 应收账款 你想哦 应收代表 我应该收的钱 但是我现在收到了吗 还没 我未来 是不是就可能可以收到 我应该收 现在还没收到 未来我可以收的钱啊 未来 未来可以收的钱 叫什么 资产 所以应收账款 它是资产类 好 方面的 那应付账款呢 应付代表 我现在应该付 对不对 还没有付啊 什么时候要付 我现在应该付 但是还没付 未来会付到 所以我应付账款 是我应付 还没付的钱 我未来有付钱的义务 就是你的负债 所以这是应付账款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应收跟应付 那请问一下 还有一个东西叫 预收跟预付 预收呢 预收是哪一类 预收 同学有听过预收吧 预收就是我 预先给人家收了一笔钱 什么情况会最常出现预收 如果我是房东 我出租一年起的房屋 给大家的话 那我 我通常会先给人家收钱 先收一笔钱进来 可是呢 我预先给人家收了一笔钱 那我要付出什么 我未来是不是要付出一个义务 什么义务 是不是要提供房子 给人家住的义务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预收这个东西 预收 预收 看你是预收什么东西 假设预收租金 随便举的啦 你给人家先收了一笔房租的钱 那你 你帐上任了预收租金 你不要太开心 因为你有给人家先收一笔钱 未来就要有付 你未来并不是付钱 因为你先收租金 你现在收的租金 未来要付出义务 付出 把房子给人家住的义务 所以预收租金是负债的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对应的 这里 会有一个预付 好 假设随便举的 假设保费 我是随便举的 好 重点是这个 好 如果是预付的话 你看哦 预付就是我现在先付了一笔保费出去 我现在先付 预先付了一笔钱出去 我先付钱出去 那我干嘛要先付钱 因为我未来想要享受被保障的权利 所以你看未来可以享受权利叫资产 同学我现在在第一堂课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曾经教过一个大事的学生 他已经大事了 而且是会计本科系 我问他应收应付预收预付 他分别是哪一类的会计项目 他已经念到大事的会计 他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才会在第一堂课教大家 你这个基本的观念一定要懂 不然你学后面那几堂课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就代表你们是十倍 你要用理解的 他这个定义会一直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之后每一个单元 都是一直在介绍资产负债的科目 所以这很简单 这真的蛮好记得 就一个未来可以收钱 可以让你想收权利 一个未来要付钱 一个让你付出义务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基本观念以后 我们刚刚有讲 你的资产会被我们分成 资产会分成流动跟非流动 流动也有就是一年内 可以变算呈现一个 是一年以上才能变成现金的 这些为什么要赶快变成现金 因为我要还债 我要还我一年内要还的债务 这里也会有很多 这里也会有一些属于他的会计项目 然后再来 这个是非流动 非流动的负债 这个是一年以上才要还的 才要还的负债 他算一算一年以上要还的负债 是这些 这个就透过这个一年以上的 到时候一年以上 他需要还钱的时候 他就把它变算成现金 然后再来还这个债务 所以你看这个是搭这个 这个是搭这个的 好 那我们资产扣掉负债 剩下来就是我们的权益 好 权益 权益是一 就简称 好 所以我们整张资产 负债表架构 就是长这样 OK 资产 负债 权益 考试呢 他通常考到资产负债表 除了教育 有时候会考你整张报表以外 另外主要考通常是考你流动跟非流动的 好 选择题会考在流动 非流动 好 他要看你会不会分 好 好 那同学我们 来看到 你们直接看到财报 后面的财务报表 好 翻给他们看一下 这里 35页 35页 好 财报 这边 好 财报呢 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张报表 叫资产负债表 这一张资产负债表 好 那因为他整个基本的出行 就是资产负债权益 所以呢 我刚刚有讲他里面有很多小科目 对不对 好 来同学 流动资产里面 好 他有很多科目可以列为流动资产 好 好 那我讲我请你们帮我把几个比较长看到的会计项目稍微勾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预付款项 好了 来 有一个会计项目要特别提醒你们 好 在那个预付款项下面的下面好 也就是 贷出售非流动资产 打一颗星星 贷出售非流动资产 同学这个会计项目呢 很特别 同学我们有讲啊 他通常这张资产负债表考你就在考你流动性还是非流动 所以他就是要问你我这个资产要放在上面还放在下面 好 啊你看哦 你看我这一个科目带出售非流动资产 我把它放在哪一个 我是放在流动性资产还是非流动性资产 哪里 我是不是放在上方的什么流动资产 对不对 所以这个科目他很特别是被人家归类在流动资产的 他是流动资产哦 好 那你可能说 看是这样呢 你看这里有一个 你会说你这个会计项目里面 明明他就叫非流动资产 为什么他会被人家归到流动资产那一类去 好 同学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叫非流动资产 刚刚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嘛 我们有说应收账款啊存货啊 都是那种一年内可以变现成现金的 好一般我们通常讲存货啦 好 好 现金 应收 好 存货 这种东西都是一年内可以很快速变现的 非流动资产最常看到的就是例如 建筑物 土地 好 设备 好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固定资产 好他 除非你公司要关了不然这个东西都会留着 他会留在公司一直经营使用 好 那你看哦 这种东西算是非流动的资产 那你看嘛 如果说非流动资产就是建筑物 设备这种东西的话他跟你讲 你看到这个会计项目后面看起来好像 他不是应该是非流动资产吗 这些建筑物设备不是应该是属于非流动资产吗 这个会计项目的主轴要放在代出售这三个字 因为一般呢如果你没有他的话非流动资产 好一般的建筑物设备都是一年以上才会想要就是都是超过一年以上才会卖的 好那他不会急着想要卖那通常会急着想要卖就是公司可能缺钱还是觉得说这个设备我用了我 就是我已经不打算再用他我打算一年内 要把他卖掉一年内打算要卖掉他的 好所以有一些设备你已经公司已经决定一年内要卖的你就会被你前面就会多加三个字 多加了这三个字就会被归到流动资产内 因为他一年内要卖一年内要卖就一年内就会变现 他一年内就可以变现一年内可以变现就会归到流动资产去 好所以你们帮我把代出售非流动资产画起来 好因为曾经有一体计算题考出来他叫你他叫你他给了你一堆会计项目 好里面就有一个会计科目叫做代出售非流动资产 然后他就问你说这个是属于流动还是非流动 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就会被归错 有些学生看到他就会直接归到这一个类别去 好那我们再来看非流动资产下方有几个比较常用的会计项目 来采用权益法投资有看到吗 采用权益法投资画一下 好就是属于长期投资的股权投资 还有一个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画一下 投资性不动产画一下 无形资产画一下 好还有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画一下 来同学帮我把地盐所得税资产画起来 来地盐所得税资产 好这一个 地盐所得税资产在以前 以前的台湾的会计规定里面 地盐所得税资产有时候会被人家放在流动性 有时候会被人家放在非流动 就是两个都可以放 但是依照目前最新的IFAS的规定 地盐所得税资产一律只能放在非流动资产 以前可以两个地方都能放 现在就只能放在非流动的资产 好所以这几个是考试很喜欢考出来 叫你去辨别它是流动的还是非流动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左边的资产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负债 好右边的负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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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矿业矿的矿产的东西 矿的东西 这个无形资产例如专利权商誉 投资性不动产就是 你买了一个房子 你也不打算拿来盖厂房 你也不打算拿来经营生产 你就只是打算收租金 把这一个不动产出租给别人 专门收租金的 那么你这一个不动产 就要被人家放在投资性的不动产 不可以放在PPE里面 所以这个PPE指的就是 你公司真的要经营生产使用的不动产 才可以放在PPE 如果你公司是为了赚租金 拿到的不动产要放在投资性的不动产 因为这两个用说 你都不动产该有差 他们的会计处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的差异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都有不动产 都有不动产 但是这个的不动产 跟这个的不动产 它的会计处理方式不一样 我们到时候会专章介绍它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叫生物资产 什么是生物资产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们是牧场 你知道牧场是不是会养猪养牛 养那些动物 那些动物你要帮它入脏 就是如果是乳牛的话 那你就要帮那一只乳牛入脏 那这个是属于生物资产 专章在介绍的 这边是全部在讲资产类的 我们来看到右边 右边呢 来看一下 右边一样会有流动负债 那流动负债你们帮我画一下 好不好 右边的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稍微画起来一下 应付票据 好 应付的部分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好 画起来了吗 OK 这个通常一年内的 它通常一年内的负债 流动负债 会有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是最喜欢靠的 然后再来非流动负债 把非流动负债里面 针对 有看到一个叫应付公司债 好 应付公司债画起来 应付公司债 是被归在非流动负债 因为通常发行 公司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发行 长期性的公司债 这种长期性的公司债 都至少要经过三到五年 就是我 我发了一个公司债 出去以后 我通常都是三到五年以后 才会慢慢的 把它赎回来 才会需要还钱这样子 所以应付公司债 是属于非流动 比较长期性的负债 一年以后 都是一两年 两三年以后 才会需要偿还的负债 我把它洗过来一点 要偿还的负债 下面是权益 来 同学 我刚刚都没有叫你们要死被任何的会计项目 唯独在交到权益这一个类别的时候 我要求你们一定要把这五个会计项目记起来 不用写 我课本有 直接把它打勾就好 来 股本 这五个一定要记起来 这五个 股本 资本公金 保留盈余 其他权益 库长股 你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资产负债表已经大概都点到了 好 同学我们现在已经 我刚刚已经借由基本的资产负债的简单的定义 跟大家介绍说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那也编了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大架构给你们看了 那到时候考选择题的时候 他会特别问你说 哪些资产算流动性 哪些资产算非流动 哪些负债算流动 哪些负债算非流动 他都会考你 资产负债 他会考你 不要写那么近 好 好 来 那这个负债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是归债流动资产 第一眼所得税资产一定能放非流动 那同学我们这一 为什么会在第一堂课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资产负债表 是因为我们未来 因为我们整个正规课有22堂课 第一堂课我通常会先跟你们讲主架构 就是长相会怎样 我们之后呢 我们之后呢会专章介绍 这里 来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第二章会教到的地方 这是第二章 这是第三章 这是第四章 那第五章呢就是全部 这里全部 就是第五章 专门在教第五章 所以我才会说 通常会计整套出块要学好它 其实是建构在整张资产负债表 你把整张资产负债表 每一个会计项目都学透了 你的出块就会学好 所以我们第二章学现金 我们等一下下半堂课 因为我们今天会三个小时 上半堂课先让你们知道整体的 就是你要知道整个拼图是长怎样 下半堂课我就会专章介绍现金这一个 当你今天要怎么编出正确的现金余额 你要知道第二章怎么做 这是应收账款 存货 下面是整个非流动资产 营业用资产的部分 好 来 OK 好 这是第五章 其实我们的第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就是现在目前大家手上拿到的那一本课本 好 就是只有五个章节好所以他就是喊化了这里了好啊但是我会把另外一个投资投资有两种投资一种是你把钱投资在股票上面好我们常常讲的投资就是股票投资或债券投资所以呢股票跟债券的投资 我说股票券的投资 你们说啊可是你以前也有一个投资 这不同 你看 这叫投资上 投资性的不动产 所以投资性的不动产 这里也有投资 这也有投资 不过这是投资性的不动产 它是被放在第五章的 至于我的股票投资跟债券投资 这种有价证券的投资 我会放在第六章 我们到时候专章会介绍它 到时候我会画一张表格 同学你们如果 就是回去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翻一下我的课本 我的课本的编法 跟一般的参考书的编法不一样 我会用表格来把整个 每个时间点要做什么分路 我会全部都用表格来呈现 让你们比较好看 所以我不是那种文字 文字写得热热等的老师 你几乎看不到我写一堆那种 那种内文的东西 我都是用表格在 所以到时候我的投资那边我也会用 用表格整理给大家 就是哪个时间点要做什么分路 你都可以用表格来一目了然 然后再来后面的这里 因为通常你应收会应付就会 所以我这里我通常不会再提了 因为应收票据跟 应收票据跟应付票据是对应的东西 那我们到时候第七章 第七章在这里 第七章会专门来探讨 应付公司债 应付公司债 这是第七章 权益类的东西是第八章 整个 这整个 整个 会在 第八章交 所以我会讲到股本资本空气保留运气 它权益跟库藏股 好 这全部的 是第八章会讲到 好 然后呢 后面呢 这些都学完以后 你大概前八章通常就是都在讲整个资产负债 好 那学完以后我们最后会有一张报表会讲叫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这一张报表是在最后面交 好 这里 这里有个叫现流表 好 这张现流表呢 就是你前提你要先把这些都会了 你现流表才会编得出来 现流表是每一个不同主题 你不管参加任何考试现流表一定都会考的 的章节 好 那这一个我们会放在差不多第九章 第九章或第十章才会提到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 了解几个几个几个我们之后要分配的主题 我们等一下就会来提到这一个现金 好 就是我们会先来讲到现金这一个 好 同学我后面来同学看一下36页37页 好 这些都是针对说流动资产的一些定义啊 负债的定义啊 这些你们有时间再看就好了啦 这其实都是公报的条文我帮你们整理成表格了啦 好 那你们这个有时间再看 来同学翻到41页 好 吊